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鷹醫生上來為大家講解一下奶粉瘋含量不足的問題 王醫生 你好 你好 譚先生 王醫生 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瘋這種營養素對嬰兒為何這麼重要 其實瘋本身是一個製造甲狀線素的主要營養素 而甲狀線素在我們正常的生長 大腦的發育和骨肉的成長是一個必需品 其實嬰兒每天要攝取多少瘋才是足夠的 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一個0至12個月大的嬰兒 他每公斤每一天需要大約15個微黑的瘋 譬如我們計算一條數 一個6個月大的嬰兒 如果他是6公斤重的話 即是每一天需要90個微黑的瘋攝入量 但其實如果攝取瘋不足夠 有甚麼健康風險 如果根據我們所知 在一些長期瘋不足的地方 譬如山區 其實如果瘋的攝取量一直不足夠的話 它會影響到甲狀線素功能的話 它會導致到 譬如說 我們俗稱大鏡拋 就是甲狀線總長 或者在一些小朋友那裏 長期是這樣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些叫呆小症 就是骨 無論它的骨落 或者它的致力 都會有嚴重的遲緩 但其實政府就驗到6款日本的奶粉 那個瘋的含量不足夠 要停售和回收 但其實奶粉應該含有多少瘋才是夠的呢 如果我們根據食品發展委員會的建議的話 其實奶粉應該每一百個簽卡 每一百個簽卡 就要有10至60個微黑 這樣才是夠的 但其實現在香港對於嬰幼兒奶粉 未有一個營養標籤的規定 其實家長未必可以透過標籤 會知道哪些奶粉有足夠的癲 其實應該怎樣選擇呢 你怎樣建議他們 其實大家不要那麼擔心 因為根據我們所知 如果一般來說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奶粉 在一個罐裏面都有營養標籤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中心 亦都將這些營養標籤裏面的癲的含量 或者我們化驗了46個含量 都已經放在我們的網頁裏面 如果有需要或者有興趣知的公眾市民 其實可以到我們的網頁裏面 都已經查到的 那嬰幼兒除了停用一些有問題的奶粉之外 其實他們是否需要透過一些其他食物 去補充癲 這樣譚先生 這樣視乎嬰兒多大 如果6個月以下的話 他只是吃嬰兒奶粉 而沒有補充母乳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轉用其他癲含量豐富的奶粉 但如果譬如他有吃母乳的話 除了轉用奶粉之外 其實媽媽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飲食 吃多一些癲豐富一點的食物 都會有幫助 譬如海產類的東西 至於6個月以上的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 嬰兒子已經在吃一些輔助性的食品 我們會建議在輔助性的食品裏面 加一些癲含量豐富的食物 譬如一些海產類 海魚 小小海藻 或者一些蛋黃 和一些奶類的食品 其實癲含量都很高 其實母乳本身含有多少癲的呢 其實母乳含有癲的份量 就視乎媽媽吃什麼 根據一些資料顯示 或者研究結果 發覺原來母乳的癲含量 可以由每公升幾十 至幾千都可以 所以媽媽如果多吃一點的話 其實是很有幫助 吃多一些癲含量豐富的食品 至於說 究竟香港媽媽的母乳有多少癲含量的話 暫時我們是沒有這個資料的 即是如果餵母乳 媽媽就應該要飲食都要注意 其實另外就是說 如果真的用配方奶粉的話 其實開奶的時候 如果用一些煲滾了的自來水 或者用蒸餾水去開 其實有沒有分別的 我們曾經做過一些化驗的 其實我們發覺原來本港的自來水 即是你在水喉裡開出來的那些 那些自來水裡面都有微量的癲 大約是每公升十個微克 但是如果你說蒸餾水的話 我們就驗不到油了 所以如果你是用自來水來開奶的話 對於癲來講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知道食物安全中心 上年都做過研究 看看成年人的癲含量究竟是否足夠 其實一般成年人 現在他攝取的癲是否足夠的呢 根據我們之前做的研究 我們去年7月就發表了一個報告 香港成年人吸取癲的攝入量的中位數 是44微克的 但是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其實是要150 我們看回這些數據 其實香港超過九成 其實是93%的市民、成年人 吸取的癲都不合這個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其實我們都建議大家的市民 香港人 吃多些癲豐富的東西 就是剛才講過的海產 比如海帶、蝦米、海魚 另外其實有另外一個途徑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我們吃的一些鹽 市面上有些叫癲鹽 就是加了癲的鹽 是一個非常好的癲的來源 當然大家要留意 鹽不能吃太多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是五克的 大約一瓶瓶 每一天一個茶匙 差不多 如果你吃這個癲鹽 而每一天合乎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其實都是足夠的 今天很感謝黃醫生講解了這麼多關於癲的資訊給我們聽 今集時間又到了 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觀眾如果有任何醫學疑問 歡迎寄信來灣仔電訊大廈三樓 或電郵到medicineatnownews24.com